台北市有关的是三个人 台北市有关的这三个人 在家户里面有一个 这个是台北车站地下街的员工 跟他的同事的室友 因为接触而被感染 所以台北车站地下街的职场 确实对新北市的影响 蛮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台北车站地下街 员工感染以后再传给他的室友 因为基础在板桥 公司里面有一个 是因为今天媒体报导的台北鼎泰峰 员工染了以后再传给我们新北市的市民 在土城 那这个土城的朋友是确定受到整个 因为鼎泰峰确诊个案的影响而染疫的 另外五谷列为其他有疫染 这是因为他的朋友确诊以后 因为朋友之间的关系在传给他 所以这个来源也很清楚 这个他的朋友住台北 所以他台北传给我们新北的一个朋友的感染源 大家好感谢 感谢